扩增实境Alasma的介绍 有另外一个扩增实境Alasma的APP 这个还不错用 打开他的APP之后 你在你设置的图片上面 他就会找出你相关的 浮现出你设计好的影片来做 你也可以在上面做好 你想要的设计 像这是教务处 我把主任的相片放在这里 还有把我们书包剪中的影片放进去 这个使用的用法你可以在你 常见的布置里面 拍下他的图片 然后按照其中去设计 那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你要按最下面的三角形 箭头那个三角形 然后去搜寻 你相关的教材 举个例子 那我们的教材 前面都有一些关键字 那你看得到我们有 教务处的 也有 淡文清班的 那你必须先把这个 教材 先 预载一下 点出来 他已经有了一些资料之后 你回去再去掃就可以 那教务处这个我已经 预载过了 所以 当他掃到教务处的图片 按照你在网站上的规划 就会浮出你要的东西 那你可以到阿罗斯马的网站 自己去登入 然后 按照他的步骤 一步一步建立属于专属教材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 平凡无奇的教室里面 展现出另一块 医化教学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